伦敦小粉红大闹钢琴师事件 大多数的中国人和台湾人朋友 大概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就是在一个伦敦的火车站 有一位钢琴师 好好地弹着钢琴 结果就被几个小粉红 当然还有大外宣 甚至还有中国在英国的一个大间谍 给碰瓷了 说你拍到了我们 这个我是不能拍的 因为我们跟中国的 这个有合作 这个怎么怎么着 要保密 如何如何 然后还说 这个是中国的法律 意思就是他们签的约是中国的法律 当钢琴师去碰 其中一个女士 叫张宁的手中的小国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小国旗的时候 因为那个女的说她是英国人 你英国人为什么举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小国旗呢 结果有一个男士 叫冷血年的 在旁边大吼 说Don't touch her 别碰她 意思是说钢琴师性骚扰 那事实上钢琴师当然没有碰她 那把钢琴师吓了一跳 整个这个事件 引起了整个的这个舆论的风波 那冷血年和张宁在之后 一直是没有出来说话 其中的一个小粉红叫刘梦颖的不停的出来说话 那她为什么不停的出来说话呢 就现在大家都搞明白了 她主要是因为她做的一个生意 她呢在英国呢是以帮助中国留学生找好工作 这个培训中国留学生的技能让他们找到好工作 做这个生意 那结果这个生意呢被很多中国留学生揭露出来 类似于一个诈骗 就是说 她有很多不实的宣传 号称她有什么德勤的真题 收费非常昂贵 那最终可能也没找到好工作 这被中国留学生圈爆料 说她是诈骗 同时当然也因为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伦敦小粉红大闹钢琴师 这个事件搞得中国人群体 在英国生活的这个群体 也觉得很不开心 因为中国人的形象 被这几个小粉红弄到臭水沟了吗 那所以她当时后来做过一个影片 说她生意受损 她恐怕说生意受损是一个委婉的表述 她恐怕是没有什么生意了 没有什么中国留学生找她帮忙 进英国的好的企业了 她那个时候就开始想做爱国生意 结果她是个非常蠢的做爱国生意的人 比如说她在第一个解释的影片中呢 一方面说共产国旗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词汇 惹恼了粉红 另外一方面呢 说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要捍卫中国的国旗 惹恼了反贼 就是同一个影片得罪了粉红和反贼 那然后另外的一个呢 似乎也是要转向爱国粉红这个博主的这个方向的呢 结果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插在了卷同纸里 那眼看着她是没有这个做爱国博主的这个潜力了 那她现在又出了一招 那就是替冷雪年卖惨 那我把她命名为替冷雪年的受益 这个我就不知道 那冷雪年她也不出来说话 那但是呢 这位刘梦颖她就新出了一个影片 大概意思就是说 她前面说的一大堆都是些这个废话 都是说她如何的优秀 就是念她的简历 也说她如何的棒 获得了多少伟大的成就 但是大概那个意思就是说 她要转向成为一个帮助英国人学中文的博主了 是为了帮助冷雪年 她为什么帮助冷雪年呢 因为冷雪年快要失业了 刘梦颖她决定要来卖冷雪年的惨 卖咆哮歌的惨 那个Don't toucher Don't toucher 那个咆哮歌 卖咆哮歌的惨 来博流量 这个路数 真的很精彩 刘梦颖她永远都能 让我惊讶 她开拓出来的新方向 估计很多人会说我就是个骗子 这次钢琴世界大家肯定会疑惑 为什么我出来发声 大家觉得我一个吕佩爵 为什么我连续发声两次是来趁流量吗 首先 我自己觉得这个事情因我而起 如果我最开始工作的时候圆滑一点 说不定可以避免后面有踩的坑 其次 这次事情因为其他人的工作也导致他们很难出来发声 我们当中有人是已经坐到英国学校主任的位置 基本上华人到这个位置是寥寥无几的 传扬中华文化的中文老师 因为这次事件几乎工作不保 他没有点名 但是你几乎可以确定一定是冷血年 当时在场的这几个人中就只有冷血年 他是孔子学院的 他是在英国教中文的 然后他还是在英国有教师的执照的 那所以说在英国的学校做到主任传扬中华文化的中文老师 这个刘梦颖啊 要我猜冷血年没有授意他这么做 要我猜啊 这不是冷血年让他做的 之前他曝光是那个中国在英国的大间谍 李真鞠在场 当时就让人觉得说 哇你是不是我们反共阵营埋藏在伦敦的一枚窝底啊 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怀疑说那个女人是谁 但是没人能确定他是谁 因为画面的那个质量非常差啊 认不出来 结果呢 是刘梦颖自己出来爆料说 对啊 就是他就是那个中国在英国的啊 那个大间谍啊 李真鞠 嗯 但是呢 他在场不是来监工的啊 也不是来看我们做什么的 那也不是来指挥我们的 他在场就是陪伴的啊 陪伴啊 一个日进陡进的大律师啊 哥那儿陪伴啊 这群粉红啊 和外宣 那拍一个庆祝中国新年的视频 嗯 真闲呢 嗯 这年头大律师都这么闲的嘛 嗯 那总之就是他把那个李真鞠拖出来的啊 但是他现在啊 又把这个冷血年拖出来了 刘梦颖啊 你你真是啊 就是你是生怕我们这些反共博主没有材料 我也想尽我所能 帮助他通过自媒体的途径 放大客户群体 做成自己的线上平台 可以从自己的全职工作中走出来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学生 教会外国人说中文 防止今天的事情第二次发生 冷血年目前为止 按照刘梦颖的说法 就是平临失业 但尚未失业啊 但是刘梦颖呢 他是个非常非常善心的人 哎呀 就是世界上就没有比他更佛心啊 这个台湾人叫佛心啊 佛 就是说心中啊 住了一个菩萨啊 特别佛心啊 就尽管冷血年 他目前尚未失业啊 那但是呢 刘梦颖决定要让冷血年再火一把啊 一定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冷血年他差点失业 就快失业了啊 所以呢 刘梦颖啊 他作为冷血年的小伙伴啊 好朋友 一定要为冷血年失业之后的不幸生活做好铺垫 建立这样一个啊 帮助啊 英国人学中文的一个平台 就是说你这个冷血年啊 早晚这个工作是没有了啊 那你呢啊 就快雇佣我啊 让我来为你做一个啊 这个学中文的平台 嗯 是吧 嗯 就是提前替冷血年失业了 也提前为冷血年找到了他的合作对象 就是他刘梦颖本人 这个商业头脑啊 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有人提到说 有人提到说有人正在要求冷血年的旧的雇主啊去提供更多的关于冷血年的信息也就是说呢不是只有中文社群大家在追这个冷血年的下场 嗯 在刘梦颖这个影片出来之后啊在大家的视线重新的在汇聚到冷血年身上之后嗯希望啊冷血年能够如刘梦颖的意顺利失业 只要我们还有像刘梦颖这样的小粉红啊 我觉得这个我们反共的事业啊终有一日必然成功 然后啊那很可爱的一个事情就是钢琴师啊他呢是在他的脸书上面啊放出了他啊举着啊台湾的国旗啊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旗 还有他跟一个女生的对话的影片那那然后呢被啊台湾的呃民进党的呃立法委员啊也就是国会议员林俊宪证实说啊是林俊宪委员以前的助理嗯那当时呢呃大家都在吵这个小粉红大闹呃钢琴师的事情的时候啊那这位助理呢就跟林俊宪分享啊说这件事情在英国舆论延烧的程度超乎想象那那 呃他就跟林俊宪说他正在思考要做些什么其实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其实呃说句实在话反映最灵敏的我记得是港人啊是港人是香港人啊就是与国际社会接轨互动的程度最高最深的是香港人啊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香港过去他是英国的殖民地 那香港人的英文水平是非常非常好的哦那是当然是比台湾人更好的哦那哦呃呃所以香港人在对这种国际事件他的那一种反应是非常灵敏的啊在这一点上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大家可以稍微的学习一下香港的抗争者他们的这个机敏啊和他们的手法那台湾人也正在学习中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台湾人正在学习中啊这个事件最开始出来 就搭上这个钢琴师的五华顺风车啊的是港人啊我印象中是港人呢那然后后来我看到图博人也也来了啊图博人也来了啊那然后现在就是台湾人啊对吧台湾人也来了啊那台湾人呢就把这个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旗给了呃这位呃钢琴师啊他还呃披着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旗与人合照就伴着这个苏格兰的这个风情吧啊这个伴着苏格兰的风情 他跳来跳去的啊很开心的样子呢笑说暂时未有国际纠纷啊他说因为中国不承认台湾想侵占台湾啊借着镜头向台湾人展示中华民国国旗在伦敦的火车站出现 并笑说希望中国人看到不要生气啊然后他在跳完啊这个跳来跳去啊跳了一段舞之后啊把这个国旗放到钢琴上面 然后这是他跟这位台湾女生的互动啊也非常可爱这个台湾女生教她用台语说台湾加油 他说就是我在台湾会很安全的 他说会非常安全而且说所有的人都爱你啊就说所有在那的人都爱你啊这个女生说的非常非常好 说的非常棒说所有在台湾的人都爱你嗯出了那不到5%的红统派吧嗯应该都爱他哈哈哈哈好吧哪怕蓝莹的人我想也很爱这位钢琴师吧嗯蓝莹的人会讨厌他吗嗯应该不会吧嗯 无论如何他也是在展示中华民国国旗嘛嗯嗯总之呢就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回答那所有的人啊所有在那里的人都爱你嗯 啊 doangлу daeng 54OW iv手农家 Isaiah 连利用正来互带 lifestyle IO 救命之后 然后我们跟进来 我怎么说 YOU прот Principle funktion Quer CU 中文的来伦敦 但是后来 她就转成了台语的 叫什么 就是那个快点来 快点来的台语 很可爱 很可爱的一个女生 非常大方 非常爽朗 非常可爱 她是林俊县委员的助理 就是台派 就是我们台派 特别特别优秀的女生 台派里面很多女生 非常非常的优秀 非常棒 我觉得这一次 也做的也非常非常棒 那就像我说的 就是说在这种 焦点事件 及时的上船 焦点事件 及时的跟上 那这个辱华列车 辱华特快 及时的上车 这一点香港人 一般上的都非常快 香港人搭便车 搭的非常快 那然后明显的 我看到就是台湾朋友 台派的朋友 台派在跟上 很棒 非常非常棒 非常好 做的非常好 很多事情 是要从台湾人自己 台派的大家 你要去做那个事情 那然后很快的 你看到政府的反应 就会出来 那台湾的外交部长 是以个人的身份 我要再说一遍 是台湾的外交部长 是以个人的身份 因为他虽然是用的 外交部的 这个账号发文 但是呢 他后面写了一个ZW 是吴钊燮部长 他的这个英文名的缩写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以上发言 不代表中华民国台湾外交部 只是我吴钊燮部长 个人的发言 但是这个大家都懂到 他还是台湾的外交部长 他目前还没有离职 好 那台湾的外交部长 吴钊燮 他发文呢 是邀请伦敦钢琴师 访问台湾 他说 很高兴看到朋友们 在英国表现出 对台湾的支持 并向我们热爱和平的人 人民喊话 说为什么不来拜访呢 K博士 欢迎您在 中国拥有零管辖权的地方 也就是台湾嘛 中国没有任何管辖权的地方 庆祝对音乐的热爱 和言论自由 说得非常好 说得非常棒 但是就像我说的 如果没有 这个林俊县的前助理 这一位台派的女生 来做这个事情 来搭上这个辱华特快 那这个台湾的外交部长 吴钊燮 他也没有发力的这个空间 那对吧 其实台湾的政府 是很会蹭的 这个话大家不要以为 我是在嘲讽 你要知道 就是在现代的这个社会 你学会蹭 没有什么丢人的 那为了自己的国家 更高的能见度 为了我们反共的事业 那好吧 为了打倒共同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 这个蹭一蹭 没有什么丢人的 因为他是共同的敌人 他是钢琴师的敌人 是香港人的敌人 是图博人的敌人 也是维吾尔人的敌人 是反共中国人的敌人 也是台湾人的敌人 那我们彼此蹭一蹭 有什么不对 对吧 就是互相蹭 对吧 这个不丢人 这个是很棒的 实话来讲 台湾的政府 比台湾的普通人会蹭 至少蔡英文政府 至少是台湾的 蔡英文政府很会蹭 这个东西我觉得 这个大家不要觉得 我是在 我是在嘲笑人家 这是很 这是很棒的 这是很好的 我就是认为 你们台湾台派 有的时候有点太害羞了 就是该蹭的时候 不去蹭 你看人家香港人 永远第一时间 冲上去蹭 这是对的 你倒回来 我们也蹭你们呀 我们也蹭你们呢 那你觉得 我一天到晚是在干嘛 那不是在蹭台湾吗 那我不蹭 我反共的力量 如何壮大呢 那我不蹭 我一天到晚 就是圈地自玩吗 对不对 我圈起来 就在我的这个 小地盘上玩 我何年何月 才能够实现 我反共大爷呀 是不是 那我们反共中国人 不是一天到晚 蹭台湾吗 所以不要觉得丢人 这是很棒的 我也希望台派 更多的时候 可以像这一个女孩一样 及时的主动的出击 搭上世界各国的 辱华 辱装 辱习 辱包 特快 不要觉得丢人 这个没有什么 这个不丢人 有些台湾人特别害怕 被人家说蹭 这个有什么 对不对 你不蹭哪来的热度呢 你没有热度 哪来的事业呢 是吧 要多多的向我们的小粉红 刘梦英学习 你知道吧 一开始就出来蹭 就是爱国蹭不成 就改蹭大间谍李真鞠 大间谍李真鞠 可能不让他蹭了 就改蹭冷血年 是吧 你看小粉红都蹭的这么努力了 那我们反共 这个社群自然要蹭的更努力 好吧 就让我们祝福小粉红 刘梦英 他的梦想早日实现 那就是冷血年彻底失业 那然后与他合作 一起去做一个 教英国人学中文的平台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盼着冷血年失业的那一天